大家各位好啊 大新闻 班农被逮捕了 他的名字其实应该叫 Stefan Kevin Bannon 当然一般就叫做Steve Bannon OK 因为这个在西语里面 如果有两个字母 就是两个子音是放在一起的话 中间是有一个间隔的 有一个空气 所以争取了发音应该叫Bannon 中间停顿一下叫Bannon Stefan Kevin Bannon 他被抓起来以后 这个事情 当然我没有想象到 但是我也没觉得奇怪 因为事实上这个班农 他这个 所有他的做法 在我看来事实上是在 表面上是为美国政府推板车 为川普推板车 但事实上是为美国政府为难 给川普总统难看 讲川普的就是 就像这个文贵先生一样 这个 那么我今天标题是什么呢 今天标题叫做这个 班农被捕 真格破坏中美平衡 就得下台 OK 就真格的 你真的要破坏 这个中美之间的平衡的话 这个你就不要下台 为什么有问题下台 这两个字呢 就事实上这个政治啊 它是一个舞台 我们天天看时政啊 时政 它事实上就是看戏 大家看连续剧 是活生生的连续剧 在台上这些人啊 川普总统 习近平也好 这个蓬佩奥好 所有这个蔡延文也好 他们都是一些演员 在台上的演员 当然还有一些 清巴拉 小的演员 像这个班农啊 像这个文贵啊 这些他们也算是演员 也算是台上的跑群众 大龙套 对不对啊 而我们这些人 事实上都是观众 我们在台下看戏的这些人啊 这自媒体的是什么呢 自媒体其实就是写书评的 写剧评的啊 这个戏完了以后 或者正在演戏的时候 我们自己看一个小俱乐部啊 这个戏怎么弄好看 或者不好看 或者这个演员怎么样 那个演员怎么样 这个叫我们叫自媒体啊 媒体都是看这个的 就是评论 我们不是演员 所以有一些人啊 这个自己是观众 把自己变成这个演员的 这个气氛啊 变成演员的感觉 本身就很奇怪啊 就是和演员一样 要跟你争 要跟你吵 要跟你怎么怎么样啊 要把这个真的这个 动真情绪啊 这个就很可笑啊 就像那个我们 中学的时候搞文宣队嘛 演那个白毛女 白毛女我们到部都去演出 演着演着演着 那个部队那个 那个年轻战士 啪 就把枪就举起来了 也对着那个黄石人啊 把我们的同学吓得 好在那个战士 他是没有子弹的啊 所以这就是属于说 不合格的观众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在演戏 你去懂什么真情呢 结果以后是 每次我们演完处 有宵夜啊 吃这个晚点啊 一碗面条一般都是 都是给这个喜儿啊 给这个就是什么大春啊 这个杨白老儿 这个分量就特别多啊 肉也特别多 怎么样 油水也特别够 这个黄石人总是 关这个小地方 单独吃的最差的 所以演黄石人 这个同学是 非常非常的委屈啊 要不是在大家 平平鼓励他的话 他真的不要演 他说我干嘛 好好的跟大家 一样辛辛苦 在出汗 这段时间给这个 是被他抢底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所有在外面看寡群众 我们说看寡群众 看戏群众啊 不要把那个真感情 弄进去 你要是跑到这个网上 跟九哥真的骂起来 动真格的话 你真的就是个笨蛋 你就是个傻瓜 你就不知道 其实就是一台戏 包括川普 包括习近平 包括所有这些人 其实他们也就是演员 他们后面还有 这个编剧 还有导演 还有更上的 你看不到的 一些工作人员 对不对 事实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一台戏 要演下去的话 它是有一个平衡的 必须两边都要有 对不对 你要有这个好人 要有坏人 这两边的势力 要平衡 这个戏才能演下去 否则的话 你说一上台以后 好人啪 把坏人打了没了 没有坏人的 那你这个戏怎么演呢 就没有戏看了 对吧 就这个道理 对吧 所以中美 它这个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那么就是说 这个 讲到这个演员问题 就是说 这个 班农这个人 跟这个文贵 这两位先生 他们有太多的 类似的情况 太像了 也就是 他们其实是 宫廷的妃子的 是皇上的妃子的 班农以前是 帮这个 川普竞选的嘛 对不对 打工程嘛 对吧 而且 这个 川普当了总统以后 他做了一年的 这个advice 这个顾问 做了一年 他就顾问 后来也是跟川普搞不来 这么就 就就就 川普把他辞掉了嘛 据说辞掉以后 还是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个都是传说嘛 对不对 这是传说嘛 说我们关系还是很好啊 就郭文贵也是一样的嘛 对吧 他以前也是 中共的一个妃子嘛 他就是皇帝的一个妃子嘛 他只是没有得到 这个宠爱啊 所以他就 甩下而去 跟别人就睡去了 就这么个关系 他们都是体制内的人物 讲出来就是 说郭文贵 他这个 反党也好 怎么也好 他其实他就是共产党 他是共产党里面 那些不受欢迎的人 是个失败者而已 所以他心里 还是个共产党 就这么回事情的吧 他现在就是说好 你不宠爱我 脑子跟别人就睡去了 就这样的 所以说 我不讲他们这些人的 这个 政治主张也好 怎么也好 反正是反共团体嘛 你反共就是好的嘛 那么我就是 就是完美了嘛 就是支持你嘛 对不对啊 那么郭文贵就是一个大贪官嘛 对吧 不是说大贪官 他不是官吧 反正就是 就是靠着共产党发财的嘛 对不对 否则他怎么那么有钱呢 对不对 他就是割了中国人民 韭菜的这样一个人嘛 所以说你加入了一个政党 或者加入了一个家庭 或者干什么事情 你许了愿 你发了事 你不忠于这个事情的话 你不走下去的话 你都不会有好结果 就是这样的 就像这个福气一样 对吧 你要么也不要嫁 你已经嫁了 你就要铁着心 跟这个男人去过 你不跟着男人过 你怀有二心 你在后面 还有小动作的话 你最后倒霉的是自己嘛 那我那个前态 那个秦岳 上海这个前态 是最典型的例子嘛 你当时的话 就是非我不嫁 不嫁我就要去自杀 我就要去死 我死给你看 我这刀子的 那个洞面上 他刀 都把它划了 有刀痕的 他说我就死给你看 结果你既然那么 要嫁追了 两年半 终于跟你追到了 你就好好跟 跟这个老先生 过不就完了嘛 这老先生是亲手 把这个财产都交给你了嘛 都一点一点 是老先生 自己搬到上海去的嘛 但是你怀有二心 你心里有别的事情 对不对 你不跟那个老公站在一起 你最后背叛你的老公 结果你的命运就很凄惨 同样的 像班农这样的人 像广贵这样的人 他们的命运是已经决定了的 因为他们不尊重 因为他们不忠于自己的组织 就是你不尊重你自己选择的这个道路 对不对啊 他们都是体制内人物 而跟体制内唱反调的人 班农也是一样的嘛 对吧 他事实上是体制内的嘛 对吧 然后他跟川普就唱反调 这个出来了嘛 包括那个以前有一个叫波尔顿啊 都是这样的人物 都不会有好下场 说心里话 都不会有好的结局 最近中国又出了一个叫蔡什么 蔡 蔡请啊 蔡起啊 蔡什么 一个中国中央党校的一个 一个女的 一个教室 被开除党籍了 对不对 就把她的退休 离休 这个资格都 都去掉了 这个 说心里话 中共呢 它是 这个国家是老子的 对不对 你不听老子的话 你不给老子 睡 对吧 那我就 就没有狗粮了嘛 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政府嘛 这样一个政党嘛 对不对 那么你当时 你加入这个党的时候 你就应该认识到你这个党嘛 你认识这个党 你才加入进去的嘛 你才成为他第一集团中间的一员嘛 否则怎么可能到中央党校去 教书呢 教了那么多年呢 对不对 那么最后就是说啊 合不来 那有些就忍气吞声 啊 就这样过下去 那有些他就要反抗嘛 那反抗的话 你反抗那就是说 那你就不过了嘛 你就滚嘛 就这个意思嘛 所以没有什么什么正义啊 不正义啊 与正义正义 这就没什么关系了 事实上就是说 你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你是选择走下去 还是不走下去 那一般的说啊 你最开始选择了道路 你不走下去的话 你的命运就会比较凄惨了 对吧 就像九哥一啊 选择了小地形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小地形道路 你今天要走下去 一定走到底 你不走 你在途中 你干别的 就会很辛苦了 这样前一阵子 说心里话 我作为油管 想挣几个钱的话 真的很辛苦了 每天都要做视频 对吧 就像这个班农的事情 出来以后 当时我就想做 想做节目 我第一句 这个感觉 我就知道 什么事情发生了 我赶快告诉大家 但是呢 不是以前了 对吧 这个卖小地形之前呢 我也是靠他为神 那我就再来再辛苦 我一定要是 要把这个故事也讲出来 对不对 要趁热 抓流量 对不对 现在我就是无所谓了 对吧 我要靠小地形 吃饭 我睡一觉 我再做过音乐 我再干嘛 我再哒哒哒哒 看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嘛 所以这两天呢 我也是给了我时间 去看看别人怎么说 我是也是说 很不平常的 就是又看了一些 这个网络上最最流行的 这几个大V 其实这个V是什么意思 我都感不清 还有人家叫大卡 这个卡是什么意思 我也搞不清楚 我都知道 大V大卡就是很重要的人物了 对吧 看了他们的视频 基本是反共势力这些人 都很低调 都就事论事 就是说 这个班农啊 他贪污啊 这个什么什么 川普要建围墙啊 对不对 顺便讲一下 川普建围墙这个事情 将来会变成 这个他的一个最大的政治笑话 这个围墙这个事情 我跟你讲是劳命伤财 最后是搞不成的 对不对啊 你建那么大个围墙 人家玩一个小小的洞 一个小小的洞 人人都会转过去 你怎么 哎呀算了吧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他会变成川普 从历史上 甚至整个人的历史上的一个小话 他跟长城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就是说 班农为了这个建围墙啊 这个莫款了什么东西啊 然后是 就是贪污嘛 讲出来就是贪污嘛 就是说事实上也是贪污嘛 就是贪了民众的钱给自己用 给抓起来了 据说是各种这个罪行啊 都可以判到20年 估计他是要做一阵子的 对不对啊 那么这些反共的这些媒体 为什么那么轻描淡写啊 就事论事呢 因为他们心里很不爽 因为这个班农啊 他是一个反共极先锋 是他们的一面旗帜 对于这个旗帜倒了 对不对啊 那么他们肯定是很沮丧的 对不对啊 所以呢就不愿意谈那个神城的 那么今天早上呢 就是终于碰到了一位啊 从政治层面谈到了啊 就是班农这个下台 他是有政治这个原因的啊 谈到 但是也是非常非常肤浅 他只是点到了与政治有关 所以呢我觉得呢 就是说我这节目还不算晚 我可能是真正在所有自媒体里面 中正把他的这个这个精髓 把他最最重要的这个点讲出来的一个人啊 大家看看我讲的是不是正确啊 那么就是说 这个讲了讲去呢 还是一个中美关系问题 对吧 这个中美这个平衡问题啊 你打破这个平衡的话 那你就是要下台 所谓下台 就是不让你做演员了 不让你继续演下去 那打委你就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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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演员 那个那个大龙炮 不要他下来啊 你不要演了啊 你在捣蛋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很早我就讲过这个中美关系呢 是个什么东西 中美关系 它事实上是坐在一条船上的一个关系 啊 你表现说福气关系也好 就坐在一个船上的关系也好 就是说 这个船向哪片倾斜的问题 只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啊 就不能翻船的 中美关系跟苏关系完全不同 中国跟苏联的关系 sorry 啊 美国跟苏联的关系完全不同 那美国跟苏联的关系呢 那就真的是一个意识形态方面 因为那个时候 美苏之间没有太多的贸易 他没有钱 他没有太多经济上的瓜葛 他们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 这个走两条道路啊 怎么社会形态呢 这样一个斗争 所以那个简单 那个简单的一个好搞 为什么蓬佩奥这次说啊 对待中共啊 跟对待苏联啊 要难很多呢 因为中美关系 它是一个经济上的关系 它是一个利益瓜葛的关系 他讲的转成是一个利益之争 他与这个意识形态 与这个主要没有太多的关系 啊 这次蓬佩奥把他提的很高 把他扒高来 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啊 这是自由社会跟这个 中共的这个这个 这个全社会啊 这个共产社会的 这个斗争啊 有利我 没我 有我 我没你 这样他把它提高来说 提高来说的目的 其实还是要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 讲出来就是这样的 如果真的是像蓬佩奥讲的那样啊 中共是一个邪恶的这个这个政治团体啊 是一个恐怖组织的话 直接开打嘛 不要讲嘛 还讲什么呢 对吧 直接就是斩首行动 就干掉结论 把中共干掉 美国没有这个能力吗 美国不是把伊拉克搞掉了吗 对不对 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吗 他为什么不搞呢 他不 他为什么他一定要留着 所以我以前 我以前做过节目啊 还不是一个 就像中美之间的关系 他的斗争的目的是更加勾结 他斗得越厉害 他的目的最后是为了更多的勾结 这才是他们斗争的目的 斗争的目的不是脱钩 不是我不跟你玩了 我跟你怎么玩 不是 这都是手段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勾结 勾结在一起干嘛 勾结在一起要搁两国人 人民的韭菜 尤其是割中国人民的韭菜 对吧 就是说你割了中国人民的韭菜 这个好处你要给我美国 你不能自己拿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平衡问题 如果打破这个平衡的话 就翻船 翻船以后就都没得活嘛 那么这一次中美这个冲突 为什么升级的这么快 到这个程度呢 还是个香港问题嘛 对不对 为什么 香港就是说 中国就是把它拿为己有了 就是我的 对不对 但是香港以前讲好了的 跟这个西方列强都讲好了 对吧 这是我们大家的 这是大家一块地 这是你民意上管一管而已 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玩 这个五十年不变 是这样的 那么中国就把它 就拿回来 这个是使得美国很生气嘛 对不对 那你这样搞的话 对吧 那我也玩给你看 所以美国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说 我割掉你一个栏尾 就是把钓鱼岛割掉了嘛 对吧 这么多年 钓鱼岛的问题啊 跟中国的问题啊 美国都一直都没有 没有发言的 没有讲的 没有讲 一定是中共的 还是说是日本的 一直就说 不是你中共的 要保持那个 是叫个日本管理 也不说是日本的嘛 但是就是这个 这个事情 日本就把改名字嘛 改名字改到中国 现在这一次 是屁都没放一个啊 我跟你讲 中国就是没啃气啊 不但没啃气 而且是 这个中国的渔船 现在是禁止去那里 去捕鱼 大横幅标语写着 啊 禁止所有的渔船 禁止所有的渔船 去敏感地域捕鱼 就是不要到大雨点去嘛 就让你家里不要去嘛 那就是就是你 他就割掉你一块了嘛 对吧 他割掉地了 掉了台湾 对不对 台湾这个事情 你看美国动作频频 真的要打一仗吗 其实也不是的 对吧 他就是一个 台湾是个什么呢 台湾是一个 名义上的 这个天朝的妃子 名义上的 但事实上 他在这个皇宫之外 他有一个小乐园 而他不但是有个小乐园 他还是跟那个海盗啊 跟那个黑老大在睡 对不对啊 但是呢 睡呢 这个由于在名义上 他还是属于天朝了嘛 那打造成是关了我们的睡 对不对 你天朝看不到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黑老道带着这个妃子 跑到院子里来睡了 就让你天朝看 我睡给你看 就是这么个意思嘛 对不对 对吧 就是给你看 因为台湾也是在割中国的这个疼处嘛 对不对 中国就是说 天朝嘛 啊 这是老子的妃子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睡呢 其实就是这么个关系啊 但是他会不会让这个妃子真的独立呢 他也不会嘛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南海 现在这个中国在南海 不是有很多很多利益吗 他就是一点一点割 割得你中国觉得特别的疼 割得你中国就是觉得最后 哎呀 为这个香港呢 这个我们失去这么多的不值得啊 两兵比的话 那我还是要让回来 还是要退回来 最终的目的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真的要打仗吗 不是的吧 真的打仗的话 那你说中共真的经得打吗 对吧 不经打吗 那一下吧 中共干掉了 那美国的武器卖给谁呢 那也是个问题嘛 对吧 所以要保持一个要打得正确的态势啊 这种总统好像要打起来怎么怎么样 好 就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嘛 那美国就可以卖武器嘛 对吧 台湾就是买了一堆这个破团烂铁 对不对 你看台湾买了美国多少破团烂铁 他用了一下没有 用了一样东西没有 对不对 真正打起来的话 如果真的打仗的话 这些破团烂铁有没有用 拍不拍上用场 还有就中共他真的要 要狭子虚心 要把中华民国干掉的话 就彻底干掉中华民国的话 他可能也不要用军事打击嘛 他有的是其他的办法嘛 对不对 中共办法多得很嘛 我们不知道他 我们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办法嘛 对不对 他也可以搞什么斩首行动 还可以搞什么恐怖组织啊 搞这个暗杀 搞什么 他也是有其他的办法嘛 也有那个不时常见的 这个台湾老百姓的搞法嘛 他也不要用他的这么什么武器啊 什么东西啊 他不要用他 其他的完全你这个武器用不上的方法 他也可以把台湾 把中华民国 是吧 把你干掉他嘛 他不是没这个能力吗 他有这个能力嘛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些事情 都是表面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个 所以我把这个话题啊 讲到重点 为什么班农先生 他会被抓起来 就是因为班农先生 他在台上演这个戏啊 他破坏这个平衡了 对不对 因为他表面上是这个 支持川普了 对吧 跟中国对着干嘛 对吧 直接把中共贴上来嘛 但是他已经把川普 把整个美国政府啊 贴在墙上了 你没有退路了 他不知道这个game 这个游戏中间 其实川普是要保持平衡 川普是要逼中国 多拿出钱来 川普是要逼中国 跟他一起勾结 川普是要打倒 这个共产党内部的 不可能合作 不给钱给他的 那一部分人而已 他不是要把整个共产党 都打倒 也不是把中国政府打倒 也不是要把中国 变成美国的一个州 他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要 不迫使中国共产党内部 对吧 逼的这个 不可能合作的 那部分人下台 然后继续跟美国合作 继续就是说 你让我割你的韭菜 就这个意思 他就是要保持这个 这样一个平衡嘛 对吧 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 班农他们的搞法 包括这个文贵先生 他们的搞法 就事实上是把 这个美国政府 跟川普贴在墙上 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他这个接中国的这个 这个关于病毒的事情 病毒的事情啊 就是他邀请了一位中国的 好像姓严吧 一位女士 一个专家啊 从武汉出来的一位专家 就大式公开的演说 就是这个病毒是来自中国的军方 是中国放毒放出来的 然后就是怎么怎么样 如果这个是的话 话一讲回来 我很早也做过视频啊 最早最早最早也做过视频 如果能够证明 这个是中国军方搞出来的话 那么中国方面还没有其他的 更机密的消息可以透露呢 你实在逼得我 你实在是逼得我说 这是中国军方搞的 好 我承认这是军方搞的 但是我们这个军方 是受谁的委托 是从哪里来的 最后你美国还是拖不来干系嘛 最后你搞了搞了 最后美国可能就是 对吧 你还是搞到美国投上去了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美国就是说 在这个病毒这个原体的事情 就是点到为止 你看川普都是点到为止 我们知道从哪里来的 啊这是中国病毒 这武汉病毒 这是Chinese virus 对不对啊 那讲到这里为止啊 他不讲具体的这个证据 我有证据 我有证据 证据拿出来呀 他不拿出来嘛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班农搞了 就是说我要拿出证据来了 要证明这个是中国搞的 那这个东西就 美国就非常非常难办了 为什么呢 你能证明这个病毒是 来自中国的军方 而且能够证明 是中国的军方涂的毒 是把你这个毒啊 弄到美国来 而且杀死了美国 十几万人口 那就是中国已经向美国宣战了 已经杀了十几万人了嘛 那你美国政府怎么办 你不fight back吗 你不回击吗 就摆着川普一个很难的难题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模糊空间 一定要有一个模糊空间 我们还在调查 我们还在怎么样 我们还在进一步落实 我们可能要这个索赔什么什么样 这样的他才能够延续中国共产党 那个政权现在存在的理由嘛 因为我们还能搞清楚 那么还是让它存在嘛 那我这个要大选的话 我要喊出这个反共的口号嘛 喊了越高的话 我的人气越高嘛 等我当选了以后 是什么情况 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嘛 我还是要跟中共 还是要继续勾集嘛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中共提出了我们拒绝脱钩 我们不脱钩 我们不拒钩 你凭什么拒绝脱钩 我真的要跟你脱钩的话 那就是事实上是脱不了钩嘛 对不对 中美这个勾集的关系 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切掉它嘛 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中美两方 事实上是中美政府两方 一直在寻找一个 就是政治解决方法 所谓政治解决方法就是妥协嘛 就是两方面的利益最大化 妥协的一个能够共存的 保持这个权的平衡的 这样一个方法嘛 所以并不是蓬佩奥讲的那个 要打倒中共 它是邪恶组织 它是这个恐怖组织 它是怎么样 它是非法组织 我们要打倒它 不是那样的 不是那样的 那只是一个口号 那只是一趟牌 那只是一趟把大家打个鸡血 把这些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尤其是那些反共人士 把观众啊 把观众这个情绪弄起来 这样一个手法而已 他真是要打的话 他不要讲嘛 自己干嘛 对不对 自己开户 我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 这个班农也好 这个郭文贵也好 他们都是爱了这些 美国政府的事情 他爱了美国政府的 他的一个pace 他的一个步伐 他一个步驻 他有一步一步的来 我们现在还是在第三级 第四级 第五级 你一定要把这个政府 拿到十级去 九级 十级去 那你就爱了我的事嘛 讲出来就是 就这个事情啊 所以呢 这个民主社会 它跟这个中共不同啊 中共就词漏漏的 你不听老子的话 开除你 把你关起来 让你嫖娼 让你这个自杀 让你有的是办法嘛 中共有的是办法 但是民主社会 它有一个法治社会嘛 但法治社会 搞政治破坏怎么办呢 它用经济的手段 都是这样的嘛 所有这个民主社会里面 它不能用政治破坏嘛 政治破坏 它是一个很丑的事情嘛 它不能讲出来的嘛 它就搞经济嘛 对吧 你比如说我在日本啊 这个2009年 2010年 受到了美国政府啊 来自美国 这个国税局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迫害啊 就是这样的嘛 就是由于那个时候 啊 估计是有一个这个 日本的政界人物嘛 讲这个南京大屠杀 不存在什么东西 我当时就也蛮天真的了 啊 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批评啊 批评他 就说南京大屠杀 确实是存在的嘛 但是就是说 因为九个在日本 还是一个蛮有影响力的 一个写手 曾经一度成为是 第一写手啊 这个还是蛮有 蛮有影响力的 所以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直接反驳 这位 这位政治人物啊 这个东西 这个日本社会 肯定不爽嘛 但是他又不能够 拿这个东西 直接来迫害你 那怎么办 税务局 你说我一个小小的寝殿 一共产四十多平方 五十平方 不到一个小地方 一天哪里 一十四个人 一十四个 一十四个 一十四个民国国社局 最最优秀的 最最经典的 这样的人才 那里一十四个 趴进来都 进来都没地方 坐没地方站 他有 他有办法 他要整理的话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这是这个 民族社会 用民族社会 搞政治 这个整人的 他的方法就是用经济的说法 当然九个 就这么一点家产 随便你这么查 最后把我的税务事 把我的税务律事 都给他查死了 都把他逼死了 反正就是这样 得了这个事情嘛 把我当时也是 逼得差不多 人都要疯掉了 对吧 身体要垮掉了 但是呢 民族社会的好处 是什么呢 你有理 你真正有理的话 你是讲得清楚的 对吧 你可以通过法律的办法 那我那个事情 三年之后 我再去跟他们搞 对吧 而且当强匹马 没有税务事 就是一个人 就跟他们搞 而搞回来了 三年以后 再去查的话 他重新查一次 最后去 这个税务局一查 就说你的账 以前报的都是对的 就完全承认 我过去的棒账 完全把这个 国税局的 全部否定掉 最后给我一个零 所以这个证明 还把以前 这个多数的钱 退过了 所以这是民族社会的好处 就是说 你有道理 你有道理的话 你是有地方 可以去讲的 你不会 无缘无故的 白白的 给人迫害了以后 你就没得话讲 你想中共 他这个统治政策 他就是 他就是让你 让你消失 你就没有了 你跟我讲话的地方 都没有 你上访 上访 上访 可以抓起来 但民族社会 有这个 他每一个地方 他的法力 他的权利是有限的 你国税局的权利 也是有限的 对吧 你有国税局 你还有这个地方税局 还有这个区域所 他也有税局 对吧 他都有权利 而且你还有法律的权利 你可以就是通过自己 通过不同的部门 你说 证明 我是清白的 他最后这个社会 他还是会给你个清白 那么这个区域的税务局 否定国税局的结果的话 事实上就证明 国税局是搞迫害嘛 你是搞政治迫害嘛 你就是在搞 一切面 日本方向以清明 就是说欺负人嘛 就是 就是这样的嘛 这就是一个结果嘛 对不对 这是这个社会主义 这个 中国这个体制 跟这个西方的体制 它的 它的区别在这里 那个西方这个体制 日本的社会 美国的社会的话 它是一个讲道理的社会 它由于 由于在这里 你受了委屈 你有地方可以讲 最后你还要把它搬回来 对不对 你过了几年 你都可以搬回来 就是说九哥在这个问题上 是一个最最好的 这个例子 所以说 班农这时候被捕 给抓起来的话 你说他那个 搞骗 搞成这种东西 好贪污 他不是今天的事情 他去年就搞了嘛 他几年前就搞了嘛 对吧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抓他 为什么在这个机构眼上抓他 因为他开始碍事了 对吧 这个台上正演戏 这个习近平是一个角色 这个川普是一个角色 他们在演戏 演戏演戏 结果班农啊 他这个郭文贵啊 他们跑出来 他们想替代他们 他把他们的台词啊 抢到自己口里 去讲给观众听 弄得这个两个主页演员 他没法对话了 他这个台词啊 对不下去了 就打岔了 所以这个导演说 哎呀 这两个亲别拿 你给我拿下拿下 别让他演了 那怎么办呢 找个借口了 你们两个衣服穿的不对 你们两个服装不对 请你们下台换衣服 就这样嘛 就是使他们消失嘛 就事实上 从这个 我从这个最根本的 上面的分析啊 就是说 今天早上有一位 这个自媒体里讲的是个政治问题 我就讲的是个政治问题 而且我不但讲的是个政治问题 而且我讲了 而且我分析了 他们被下台的 真正的理由跟原因 那就是他破坏了整个戏的平衡 OK 你跳得太高了 对吧 你影响了这个戏的发展 所以对不起 请你们下台换衣服啊 请你们走路 就这个意思啊 好 今天我就分析了啊 就是说 真的重点 今天的话题 重点还是中美关系的实质 中美关系的实质 不是一个要斗到死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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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啊 而是一个要互相勾结的关系 既斗又要勾结啊 斗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紧密的勾结啊 中美还是要勾结下去的 OK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话题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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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